全球首富马斯克扛着水槽一脸逃皮的走进推特总部 马斯克将这段影片上传到推特 写下走进推特总部大家好好思考吧 这边他用的是网路流行的英文片语ThinkIn 而水槽的英文正是Think 显然是在玩谐音梗 马斯克也把账号上的个人档案改成推特领导人 暗示即将入主推特 先前有传闻声称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协议 受到国家安全审查可能会破坏交易 这类说法已遭白宫明确否认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承诺为马斯克收购推特提供资金的几家银行 已经完成最终债务融资协议 目前正在签署必要文件 马斯克先前喊出要在接手后裁掉75%的员工 据了解马斯克还没正式入主 就已经有超过500名推特员工先行跳槽 转向Meta Google等科技巨头 而不止高阶人才跑光 推特内部研究也显示他们正不断流失用户 马斯克接手后要如何处理推特这些危机值得关注 不过马斯克创办的特斯拉也是危机重重 特斯拉股价今年到21号为止已经跌了46% 让马斯克身家蒸发1100亿美元 损失的金额比Google共同创办人 布林1070亿美元的身家还要多 但尽管如此 马斯克目前还是稳坐全球首富之位 分析师指出马斯克为了推特并购案筹钱 恐怕得出售更多股票 特斯拉投资人就得承受更多损失 欢迎新闻林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